黑格尔对孔子以及对中国哲学的分析让很多人心怀不满 其实黑格尔不仅分析了儒家还有《易经》、《道家》 他都做了相对科目的解读 今天我们不仅说黑格尔 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黑格尔只不过是一个名字 好一点都可能知道他是某个哲学家 写了一本书叫做《精神现象学》仅此而已 所以我决定搬出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冲的梁树铭先生的一些看法 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有正义感、有傲骨、学士渊博的学者 先解答一个很多人迎面而来的困惑 黑格尔这个外国的哲学家他又没来过中国 他能把我们研究了几千年的东西全看懂 看懂也就罢了 他还出言极其不逊 这需要说明一点 就文化本身的形态而言 他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他就是一个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但就思想而言 他一定是有高低之分的 他的表现就是处于高处的思想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处于低处的思想 除了低处的思想却很难理解高处的思想 就像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看懂小孩子的心思 但小孩子是很难看懂大人在想什么的 黑格尔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古典哲学中的智力巅峰了 在哲学史上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 往往会和古希腊中的亚里士多德相比 有两个人从被称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 一个是天才莱布尼斯 另一个是黑格尔 再一个 《论语》《道德经》《易经》真的很难读吗 其实真正难读的不是里面的内容 而是古汉语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的话 现在的小学生水平完全可以读懂论语 接下来我们直接摘录 黑格尔和梁树明先生的一些思想 大家可以自行评判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 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明 但无论他们在文化上的声明如何大 点击的数量如何多 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大为减低了 这两个民族的广大文化 都是关于宗教 国家的治理 国家的制度 诗歌 技术与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的 登方的诗歌就形式而论 可能是发展得很成熟的 但内容却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 不能令我们满意 我们也感觉到 无论他们的法律机构 国家制度等 在形式方面是发挥的如何与条理 但在我们这里是不会发生的 也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 他们不是法律 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 孔子的作品只是对传统典籍的注视 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谈话 及论语 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 这种常识道德 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 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 可能还要好些 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只有一些善良的 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黑格尔说 一经 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 但并不深入 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 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 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 没有被思辨的思考 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 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 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 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 在这些概念的罗列里 我们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 我们再来看梁树明大师的一些想法 我们看东方文化和哲学都是一成不变的 历久如一的 所有几千年后的文化和哲学 还是几千年前的文化 几千年前的哲学 一切今人所有的都是古人之遗 一切后人所做都是古人之遗 然则东方化即古化 西方则不然 思想逐日翻新文化随时辟创 一切都是后来居上 非复就有 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 其结果恰可见用古语是不学无术 即无学术可以准具 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于自己那一时 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 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 中国政治的上人治 西方政治的上法治 此处他还特地的拿了我们的传统医学作为例子 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中国人看见西方的办法 没有一个做主的人是很精怪了 还有看见各个人一般大小 没有个尊卑上下之分 也是顶可精怪的 如果谁也不卑而平等一般起来 那便谁也不能管谁 谁也不管于谁 天下未有不乱的 然而如此他们竟然不乱 这是非他们所能想象的 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秩序的 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 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们所没有见过的 其实这就好像我们看到其他国家讨论 国家大事 乱哄哄的一团 谁都可以指责谁 完全没有个尊卑 于是我们很幽默的说 别闹了 赶紧来德云社说相声吧 你们这群滑稽的小丑 有尊卑大小的社会 我们想要是这样的